大家好,欢迎来到漫谈投资理财的频道 我是Mike 今天是7月2日星期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美国的观众 国庆节常周末快乐 前几天跟我的频道的一位观众聊天 他们夫妻两人都是55岁左右 最近一年多 因为疫情在家里上班 一年多居家时间 让他们重新考虑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疫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真正想要的东西 感觉如果回到疫情前 全职办公室做班时代 工作到65岁才退休 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似乎再也干不下去了 于是便谋生了退役 虽然他们已经辛辛苦工作和投资20多年了 但还是不确定他们积累的资产 如果这么早退休 够不够他们后半生花 这一期我们就聊一聊提早退休的钱 够不够花的话题吧 如图所示 他们的财富状况其实很好 特别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 他们的净资产 感谢美国股市和楼市这十年的绝佳的表现 已经快接近了五米了 其中两个人的401K加上一些公司的penson 有2.5米 蜘蛛黄的贷款已经黄清了 蜘蛛黄和投资黄的净资产也有2.5米 最关键的是他们每年的出租黄的净出租收入 有净8万美金 另外没有别的大的护当 孩子们也独立了 他们还有很多人没有的福利 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公司工作了多年 现在退休了能显示公司对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的福利 如果现在提前退休 他们每年的医疗费用大概在4000美金左右 听完了他们这些信息 经过一方思考 我认为他们这种情况提前退休应该没有问题 但还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他们现在提前退休应该没问题的理由有三 第一点也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是医疗保险 如果没有公司给退休人士的优惠的医疗保险 提前退休 如果想在市场上买到同等的医疗保险的计划 附近两个可能每年要付2到3万美金 医疗保险得昂贵的费用 让很多本该能提前退休的人士 迟迟下不了决心 一拖再拖 最后从50岁左右 一直拖到65岁才退休 而我这位观众他们两个 因为有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 解决他们的后苦之忧 他们只要另外买一个 几百到1000美金左右的医疗保险就可以了 第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提前退休后的手组 因为他们还没有到62岁 甚至59岁半 他们还要等几年才能从退休账户里拿钱 当然了因为他们快55岁了 55岁时就可以在最后工作的公司里 得401K和拼审拿钱 但他们也可以选择让退休账户的钱的子弹 再费更长的时间 让里面的钱越滚越多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被动收入 一年8万美金的被动收入 来支付他们的退休以后的日常开支 如果万一这个被动收入不够 他们也可以从拼审里拿钱 现在拿的话 拼审每个月两个人可以拿到2000美金左右 这个可以预防万一 比如说万一被动收入有时候不够花 等到62岁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更好 因为可能开始能拿四宝金了 两个人一起可以拿到一年近4万美金 再加上被动收入的8万美金 一共就会有12万 这里没有把通话膨胀考虑进来 如果考虑的话 被动收入和四宝金可能一年可以拿到15到16万左右 第三点 他们可以在身体还在很好的状况下 去寻找他们的私和养荒 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被动收入 而不用动用退休账户的钱 让退休账户继续投资在每股大盘指数 根据欺恶法则 退休账户里面的资产每七八年可以翻一翻 从55岁到72岁开始拿钱的时候 有长达17年的时间 足够让退休账户里面的资金翻了四倍 现在200万的401K账户到时候就会变成800万 每年如果拿出来4%的话 也就是3万2美金 再加上四宝金还被动收入 我觉得他们现在不仅可以享受生活 还可以让退休账户继续滚动 两圈其美 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提前退休 不是要担心5米的资产够不够花 而是他们的资产要做税方面的计划 使得他们72岁开始从401K账户里面拿钱的时候 不用交那么多税 比如说提前退休这几年 因为收入大幅减少 可以考虑把401K的钱 每年拿出来一些 转换成Roth IRA 或者是免税产品 零售保险等等 具体组合操作可能要跟他们的会计师商量 这个例子还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房地产投资在我们的退休计划的重要性 房地产投资不仅和股市投资相互相成 还可以在公件的时候 比如说在你提前退休没有其他收入的时候 提供唯一可靠的源源不断的被通收入 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还让你的退休账户 即使在你提前退休的时候 还可以让退休账户的责荡都费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里面的资金会越拱越多 好这一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的经验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也可以通过借鉴上面的例子 分析自己的情况 看看何时才能够退休和为此要做哪些计划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投资理财的视频 请留言点赞订阅 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观看和聆听 下视频再会 Bye